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莱 我是淳雅 淳雅 你知不知道今天我們會拍什麼呢? 紅仔餅挑戰 對,我們今天就進行這個紅仔餅挑戰 我們現在就讓大家看看我們準備了什麼 好了,就是這樣 我們就準備了7款味的紅仔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呢? 我們就告訴大家我們買了哪7款味 首先就是原味、朱古力味 然後是士多啤梨味 然後是紅豆味、白朱古力 焦糖咖啡味和黑朱古力味 我沒試過黑朱古力和白朱古力 那你呢? 我沒試過這個 其實我試過原味和士多啤梨味 其實我自己最喜歡吃朱古力味 即是原味 好了,淳雅,你準備好這個挑戰給我 準備好 好了,那我們現在就先準備 好了,因為今天這個是挑戰 我們這個挑戰就是 要淳雅蒙著眼睛 看看它能否試出是什麼味 我今天就準備了這個眼罩給淳雅 好了,現在淳雅就要準備戴這個眼罩 淳雅我現在交給你了 好了,淳雅就已經剛剛戴好眼罩了 淳雅你是不是真的什麼都看不見了 淳雅你比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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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了,那淳雅已經準備好了 淳雅已經準備好了 淳雅已經準備好了 那淳雅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現在呢 先聞一下吧 香不香 嗯 好了,那我現在給你第一粒你試了 大家記得第一粒是這個味 我先試一下 白椒果力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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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試了一些椒果力的味 這裡有沒有 在哪裡 這裡 好啦,那我再說一次 這個 常常有三次機會 每一粒都有三次機會 常常呢 這個第一粒是第三次就猜到 即是它是過關 那接下來這些全部都有三次機會 OK 好了,那我現在就給你試第二粒了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 好,那我現在呢 第二粒呢 準備上一次這個 是不是很期待 是不是有點緊張 有啦 我怕自己猜到 我也不知道 你在哪裡看不到 看到嗎 這個 一聞就聞得出來 但你不要猜著 你問你 行不行 試一顆給你了 一顆給你了 嗯 焦糖咖啡 嘩,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它的味道也聞不到 一吃就已經猜到了 好了,現在現在有兩分 這個是不是你形容一下 是 焦糖味 很咖啡 好嗎 好,那上天呢 現在就中了兩個 那我呢 把它中了的味道放在它前面 那大家呢 就可以知道 它有多少分 看到了 好了 那你已經試了兩隻味道 嗯 那現在呢 剩下五隻味 你要試的 你準備好了嗎 那下一隻味呢 就是試這個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 嘩,不行啦 這個其實很噴 等一下 讓你噴一噴 你不要說 我現在讓你試一下 我流眼水 給你什麼 給我 紅豆 嘩,很厲害 他一下子就已經猜到了 美國家 你形容一下味道 這味道 這味道是 紅豆味 但是 你現在試了三隻味道 你覺得哪隻味道是最甜的 焦糖味 焦糖味 這隻就反而沒有那麼甜 OK 你看 那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下一個了 OK 我們現在呢 就給尋尼亞試第四樣了 那試第四樣之前呢 我要讚尋尼亞 因為尋尼亞真的很厲害 他就這樣一試一咬 我就試了 那又不是的 因為他做的味道都挺出的 都是很容易猜的 就是兩樣東西都要讚 又要讚這個食物 又要讚你 好 那現在呢 我就給你試第四樣 嗯 第四樣呢 第四樣呢 就是這個 好了 現在開了 因為你不想知道 其實不應該給你聞 那不要聞 有第四個 增加難度 現在增加難度 第四個開始不給聞 直接吃 然後第六個開始就直接咬一口 咬一下 然後就不要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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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 可以 好了來咯 第四個味 大家記住是這個 第四個 我不能聞 不聞啊 沒得聞啊 這個開始沒得聞了 給我一手 這真的不行啊 吃完了 啊 吃完了 啊 很強 他不用吃下去 他已經知道是什麼味道 很強啊 很強啊 真的很強啊 但是草莓的味道很好吃 OK啊 但是為什麼呢 其實呢 我一向吃零食 我都不是太喜歡 士多啤梨的零食 但是這個就不一樣 這個真的有甜味 這個是真的 士多啤梨的士多啤梨 這個是 猜什麼啊 好啊 一會看到黑白 一會放在你前面的這個 然後呢 就試第五個了 第五個呢 都是不能聞的 只吃 OK 第五個就是這個 這個真的是 看看是否遲不遲了 甚麼手啊 喂呀 你聞的 唉 唉 你太厲害了 不要玩的 都 你一吃就已經想到 了 我想說 但不是很美 很好吃啊 那這隻綠茶蟒 我剛才也試了一顆 這個綠茶味真的好像日本的傳統綠茶 對 它做得超好 因為這個是比較濃味 因為它呢 這裡下面寫著期間限定 它用了100%的綠兒堡 配茶粉 所以是很好味 好了 成爺 第六個了 第六個再增加難度就是 只是咬嗝 你試試行不行 如果你這樣都行 我覺得呢 我真的佩服你 我拜你為師 來吧 你再咬個角燈 好吧 但是我餵你了 我來吧 第六個了 大家好 好 好 嗯 嘩 太厲害了我想說 不行 你已經贏了 你已經 咬個角他也知道是什麼味 我想說你還沒咬到進去 你已經知道是什麼味 你是不是看到 我想說 我試試看 我試試看 你戴上去看 他很喜歡我看不到 對 他經常覺得我是出貓 其實我 好傷心 不用哭 快點戴上去 我戴上去 戴上去 好了 成爺第六個了 試第七人好嗎 好了 那試第七人呢 那隻你應該是 我沒試過 應該沒試過的 對 應該沒有 好了 張開嘴 就是吃個角的了 嗯 是朱古力來的 什麼朱古力 這三個朱古力 白 因為白是有牛奶味 這個也有牛奶味 錯了 哈哈 你已經看到整個眼罩了 我騙你 這個黑朱古力 你吃過啊 這個 是嗎 這個你沒事 這個我還沒開 哦 錯一題了 不過不是 整天都算厲害了 七題裡面 它適合六題 是嗎 不如這樣吧 反正也是 我們開完這個白朱古力 大家一起試一下 好了 我們現在就開這個白朱古力 你可以脫掉眼罩 哦 你任務完成了 好了 我們現在先撕這個 這個白朱古力 剛剛那些黑朱古力呢 它的紅雞皮是真的黑色的 它是啡 即是深啡色 就是燒焦了那樣的色 好了 我們現在試試白朱古力 它的味道有點像 有點像這個 有點像這個 這兩種味道很像 因為它也有一股焦糖味 因為它這裡寫著 white milk 即是它是用白色的白朱古力 這個白朱古力 嗯 那你不如這樣 我們現在呢 就個人評分 評分 評分 最好吃的 我數3 2 1 然後一起拿起那個 我自己喜歡的味道 好 好 3 2 1 我也是最喜歡的原味 你最喜歡黑朱古力和白朱古力嗎 因為朱古力 真的 其實我們兩個都喜歡吃這三個味道 有共同 就是最喜歡吃純朱古力 就是朱古力最多的紅仔餅 好了 我們今天的挑戰 這個紅眼測試紅仔挑戰 就已經差不多了 但我們還有一個任務要做的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一下 待會再見大家 好嗎 那我現在就準備這個東西了 好 那我們就準備了一樣道具了 你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你不知道嗎 不猜到 其實紅仔餅都不理我 好了 那我現在就給大家看看我們準備是什麼 3 2 1 就是這個瓶 那這個瓶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呢 不是這個瓶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接下來做的那件很特別 那我們就打算把我們 開了的新紅仔餅 倒進這個瓶裡 然後拌勻它 因為如果我們就這樣吃的話 就很單調 就是你吃來吃都會同一隻味 但如果你把不同的紅仔餅倒進瓶裡 其實你每次你想吃的時候 你開來吃 你拿的時候 就是你吃的時候你都會覺得 有驚喜 就是當你在這個瓶裡 想拿一顆出來吃的時候 你都會有驚喜 就是你都會想想 咦我今次會吃到什麼味 就是很期待自己吃到什麼味 所以我們就打算 就把我們這些 開了的紅仔餅 就倒進這個瓶裡 那頓有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我們現在就準備 把紅仔餅倒進瓶裡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先扭香那個瓶 頓有你先放什麼味 這個 焦糖味 那我倒進去 那我就放這個白朱古力味 好開心 這個過程 所以我喜歡明白 為什麼日本的零食 這麼成功 因為其實它是不停地出不同的新味 令到吸引人們去買 因為當你知道它出了新味 你就會想不斷去試不同的味 所以就很吸引人們去買 它新的味 嘩你這麼快 我都還沒倒 好了 接著我就倒白朱古力了 芝多啤梨 差不多沒有 紅豆味 抹茶 差不多沒有 嘩剛剛好 我發現是 好像是餵這個蔥月池 剛剛好 大家看看 好 好 這麼快 我們把紅豆餅拌進去 那我們現在就來個街頭實測 小姐小姐 過來吧 麻煩 我們現在就 請了一個圖人來試味 盲測試味 小姐請你試一顆 然後請你說出來 請你說出來 是以下的一種味道 原味 原味 答案是 我不知道 因為我都沒份吃 所以我們吃完之後 我們都不會知道答案 有另一位先生 麻煩你試一下 是以下哪種味呢 有什麼味 不夠啤梨 這是卡拉麥拉丁 這是卡拉麥拉丁 竟然 是否好吃的 咖啡味 咖啡味 你推不推介大家吃呢 推介 好了 你看看 我問了兩個圖人 兩個圖人都答中了是 什麼味 而他們都推介大家 買這些紅仔餅來試味 好了 那我們這個挑戰呢 就到這裡了 任務完成 對啦 我們今天呢 Mission complete 完成任務了 大家如果都買了不同味道的紅仔餅 不妨像我們那樣 試一下 就把不同味道的紅仔餅 放進瓶子裡 大家試一下 大家也可以抽來吃 可以有些驚喜給大家 好了 那我們今天這條片 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片呢 就記得讚好和留言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了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